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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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的台湾高雄 家里穷的叮当响 柯俊雄只念完初中就开始混社会了 没钱没背景没人脉 他只能从社会最底层的工作做起 他当过工人 也当过群众演员 后来在影视圈渐渐混出了些名堂 1964年 17岁的柯俊雄 终于获得第一次当主演的机会 闽南片《天字第一号》是一个好的开端 在此之后又接连主演了数十部台语电影 随着演技的成熟 杨明立万自然是水到渠成 1967年23岁的他在电影《寂寞的17岁》 这部电影中凭借扮演风流倜傥的表哥 一举拿下第十四届亚洲影展最佳男主角大奖 获奖之后片约不断 好戏联台 好角色不仅能为演员增光天才 而且还能带来名利双收的好运气 凭借在多部电影中主演的正面人物角色 柯俊雄给公众的印象是一个正义凛然的大英雄 于是凭借这种角色加持 柯俊雄也心勃勃地涉足政界 1988年柯俊雄加入了某某党 成为台北演员工会的理事 2004年柯俊雄成为第六届的立法委员 可以说他是横跨影坛和政界两大名利场 事业上混得风生水起之时 但由于读书不多 那些因为名利膨胀而出的劣根性 也被彻底释放了出来 1990年柯俊雄跟周星驰合演电影 《江湖最后一个大佬》期间 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多年以后 据柯俊雄接受访问时 他本人回忆往事 因为当时的制作技术 并非是现场收音的那种 当时拍摄的一场戏 是由周星驰扮演的角色 来接他出狱的戏 当时周星驰问自己的对白 有多少个字 当知晓只有12个字之后 周星驰居然对着摄像机 面对柯俊雄像小学生一样 数数念了12个数字 之后柯俊雄都傻眼了 结果拍出来的效果可想而知 周星驰在镜头中的表现沉着冷静 反而衬托的柯俊雄 如同一头呆鹅 脾气原本就很火爆的柯俊雄 当场发火 大骂周星驰不尊重搭档 痛骂他不专业 因为骂得太过火了 当着所有的人面 周星驰觉得挺没面子 当场落泪 然而对比柯俊雄跟古龙之间的摩擦 周星驰被骂哭 只能算小事一桩 柯俊雄跟电影中的黑帮大佬一样 外出之时随行人员 都是一帮敢打敢拼的小弟 据媒体爆料 当时柯俊雄跟古龙的朋友们 都在一家酒楼喝酒 由于柯俊雄的小跟班和古龙的朋友们 发生言语争执 古龙听到外面的争吵声 于是从包间走出一看究竟 结果不小心把手搭到了 柯俊雄小跟班的身上 那个时期 正是各大江湖门派 好勇斗狠的敏感期 对方以为有人偷袭 于是拔出武器防护 没想到古龙的手腕刚好撞到武器 血管就被弄破 据后来媒体跟踪报道 由于古龙送到医院急救时 恰逢血库储备不足 结果因为输血不结 患上了严重的肝病 后来再加上饮酒等原因 诱发救急最后允令 虽然当时并没有确切的证据 说明古龙的去世跟柯俊雄 究竟有多少关联 但是后来据法律判定结果 古龙撤销了对柯俊雄的控诉 虽然在法律层面上柯俊雄片也不沾身 并未受到任何名誉损失和不良影响 但是这桩刺伤事件后 经警方和媒体的对外报道 也可一窥究竟了 浩勇斗狠跟风流成性会急于一身吗 这个问题柯俊雄留给世人的答案 说明了一切 当年台湾导演文安雄 指导了一部电影《灵雨玉》 原本这部电影当中并没有那么多的男女肉战情节 但是为何后来却成为舒淇的首部三级片了呢 据后来的港台媒体以及知情人员透露 这部戏的男主演原本并非柯俊雄 而且剧情当中也并没有那么多的情色环节 但是历来以正面形象示人要求表演要专业的大老板柯俊雄 却以拳押人 要求临阵换教 并且亲自登场 面对戏中的舒淇随意发挥 香艳场面硬是改变了这部影片的基调 意犹未尽的柯俊雄 后来也曾经向媒体透露 他想签下舒淇 并且有意捧他 想在他参演的电影《一代萧雄·曹操》中 给他一个很重的戏份 让他扮演曹操的女儿 不仅如此 柯俊雄全盘否认了自己强迫舒淇的那些传闻 然而胶片不会造假 影像刻露了事实 在此之后 舒淇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台湾 远赴香港搞事业 并且在多年以后确实做到了把衣服一件又一件地穿了回去 在舒淇离开了伤心之地后 柯俊雄的妻子也弃他而去 提起这位柯夫人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大美人 爱恨取舍都很果断决绝 她就是当年台湾的美艳女星张美瑶 她跟柯俊雄在拍摄电影《乔石》相识 两人互生好感 但是位居于柯俊雄的桃花情史 张美瑶对柯俊雄的态度总是若即若离 然而越是被压抑的情感 思慕之情越是刻骨铭心 虽然柯俊雄比张美瑶小四岁 但是若论其情场经验 他更胜一筹 于是这段感情注定是飞蛾扑火的结局 俗话说夸死人不偿命 在柯俊雄甜言蜜语的夸赞中 唐衣炮弹的攻势下 张美瑶彻底沦陷其中 1970年张美瑶嫁给了柯俊雄之后 又为对方生了两个女儿 并且牺牲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退出影坛将全部精力 投入到相夫教子的平淡生活当中 婚姻对于张美瑶来说或许是归宿 但是对于柯俊雄来说 却只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三年后 柯俊雄在香港拍戏时 认识了气质脱俗的演员苗可秀 被恋爱冲晕头脑的柯俊雄全然不顾及 自己有父之父的身份 将婚礼上的誓词望得一干二净 对其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然而苗可秀的父母 却跟张美瑶的父母有所不同 他们甚至不惜 以死相逼硬是让女儿跟柯俊雄分手了 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 这句话放在柯俊雄身上真的很适用 64岁那年 面对媒体采访记者问她这一生最难忘的女人是谁 柯俊雄的回答是苗可秀 作为柯俊雄的正牌夫人张美瑶 当年究竟隐忍了多少年 这么说吧 两个人长达35年的婚姻当中 柯俊雄的桃花情史不紧 新人不断 而且公开出双入队的也不是没有 当年柯俊雄与设计师蔡清华传绯闻 两个人曾经多次共同出席社交场合 人在家中做不等于感受不到外面的风风雨雨 这些新闻如同历刃一般摧残着张美瑶的心 早些年因为孩子太小 张美瑶只能选择一忍再忍 但是她的忍耐 换来的却是柯俊雄的有恃无恐 既然家中红旗不道 那么外面彩旗飘飘 也就成了必然的结果 当年港台媒体曾经爆出 瓜料柯俊雄与王雨 因为在风月场所 争风吃醋大打出手 这件事发酵到后来的结果 是各大媒体纷纷质疑 指责台湾演员的道德素养有待提高 引起娱乐圈一片哗然 虽然畏惧于柯俊雄的势力 但是也有人私下议论 说是一颗老鼠屎下了一锅汤 2004年张美瑶向柯俊雄提出了离婚 得到了不懂得珍惜 失去了才知道后悔 多年以后 虽然柯俊雄与蔡清华又结成了新的姻缘 但是提及前妻 她却黯然自责我对她是有愧疚的 每个人都有感情 说是没有感情都是假的 佛说情太多都是错 说的没错情太多则显得廉价 柯俊雄迟到多年的道歉 在张美瑶这里一文不值 面对媒体的问询 她轻蔑地一笑不至一词 张美瑶后来患上了心肺衰竭 在71岁那一年离世之前 她嘱咐女儿自己去世的消息 不要通知柯俊雄 不想在最后的时刻看到最不想见的人 因为她不配 柯俊雄后来通过媒体知晓 前妻离世的消息 痛哭失声那些年都是我的错 2015年 柯俊雄带着对很多人的愧疚之情 离开了人世 当初风光一世的她老了之后 却不能享受天伦之乐 不知如何批判她这一生是否幸福 伤人者人伤之悔人者自悔之 天道公平 人心有称 功成名就不代表人品 柯俊雄算是成功人士吗 或许钱袋子能证明她确实挺有本事的 但是若用其他的衡量物来评价一下 或许也到不了及格线吧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有什么看法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我们下期再会 现在电视频到这里就ئ了 好好可以 pouv交移 这边可以放wirtschaft 我们下期订阅的低音乐 我们下期订阅 удc 明�くńsk 您好 欢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